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無靈廟法 百千萬劫難遭陰 我今見聞得受辭 辯解如來真實力 好 這邊大家明明 是十五月嗎 四尊八十歲那一年 前面講到佛陀 他晚年有三件大事 一個就是舍利伯夢見人路面 一個就是提伯達多破身 然後一個就是這個釋迦祖被屠殺 大概是這三件事 然後這個大部分在七十二歲之後 然後到八十歲那一年 在屁舍利安居 屁舍利在大概王舍城的對面 那斜對面 隔著一條橫河 再過去就是加皮羅衛國 以及守衛城 他說身體衰弱有病 自己說如舅車那樣 車子舊了壞了 安居三頁 這是最後一年 第45年的安居 安居基本上是三個月 因為印度是雨季 那雨季出門不方便 所以有這個安居的制度 那安居 第一個就是 他改變的就是 他不出去脫鉑 這三個月基本上 都是接受運貢 但是也不出去外面運貢 就是居室帶食物來宿驗 供養出家人 他就不出去脫鉑 因為外面下大雨 後來你說有下雪的 就變成東安居 也有這樣的 通常印度就是下安居 他的用意基本上就是 那麼你下大雨危險 因為雨很大 通常是有命難犯恨難 這些他通常都是會預防 那這一年 所以他每年習慣有安居 那安居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況 就是安居這個時候會 因為大家都集中在一個地方 然後都專精用工 所以通常安居會有很多人成就 就是比較多的時間應用 那單單他不出去脫鉑 就省了很多時間了 還有他也沒有這個所謂遊行到處走 因為比丘基本上都是居五定手比較多 就這裡走到那裡 那裡走到那裡 沒有橫柴沒有橫柴 也沒有屬於他的房子房間 其實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就走到哪裡 就住到哪裡 那麼一生的家當就是三一一波而已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的 那個因為也比較動盪 那所以安居第一個就是讓你的身安住 然後身安住是為了心安住 那安住是安住在法 不是安住在一個地方 安住在法 所以先身安住然後心安住 然後依法修行 那麼這個依佛法而安住 基本上這個是所謂安居 安居就是安住在一個地方 那麼專心的修學佛法 那是這個樣子的 好 所以那這一年在比者離安居三個月之後 然後開始 他說率領阿難等於秋 向北方有情 就往上 那到這個所謂居士納 那居士納是墨羅國的 墨羅國的居士納 居士納是一個城 就好像摩羯頭國是王守城 那這個 這個喬喬羅國是所謂城 那墨羅國 那墨羅族的 那他基本上是居士納城 好 他說在坡坡 那其實就往居士納去 而且佛頭在屁舍離這個地方 就宣布 接受魔王的就是 魔王的這個 這個邀請 也不是說邀請 就答應魔王要入涅槃 所以他在居士納裡宣布 他就是在居士納裡宣布 他要入涅槃 三個又入涅槃 然後就開始往居士納的地方走 然後在坡坡城 在這個城 接受 唇頭的最後供養 那一般來講 他說唇頭的供養是所謂的沾唐木耳 那沾唐木耳到底是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菇類 那這個菇類是有毒的 那一種就是豬肉 那個豬肉有毒 那 所以引起病士的齊聚變化 所以這個供養就沒有再吃了 那就是嚴重的瀉腹拉肚子 那 那 之後他就沒有再吃了 所以這個唇頭就變成最後供養 那這個最後供養我們就會講到最初供養 那麼最初供養我們來講一下 最初的供養 最後供養是所謂的唇頭 唇頭是一個鐵匠 最後最後供養 講到供養 那他基本上會講到三個 還有牧羊女就供養 那個牧羊女是叫成佛的 這個是怒涅槃的 這個是成佛之后 成佛之后 這個 這個 之後 那麼有所謂的最初供養跟最後供養 成佛之前 有牧羊女的供養 牧羊女的魯女的供養 牧羊女 一般叫做蘇家帝 蘇家帝 蘇家帝 牧羊女蘇家帝的 牧羊女供養 一般就是養魯洲 或者是牛乳粥 這個是因應而言 蘇加密的滷民共的 那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牛乳一種是羊乳 那通常牧羊羊羊就是 基本上是羊乳 但是也就是羊乳熬的粥 但是也有時候是牛乳的 那現在即使在 綿莲殘河旁邊 還有很多牧羊羊羊 現在還有 那也是趕著羊 然後就是羊乳熬著的粥 那後來陳柏 後來陳柏 這個是修苦行之後 因為苦行都沒有吃嘛 一馬一馬 苦行之後放棄苦行 到綿莲殘河 洗淨身體 綿莲殘河 洗淨身體 然後非常虛弱 複邪 然後到綿莲殘河 洗淨身體 然後接受牧羊羊羊的供養 綿莲殘河 然後接受牧羊羊羊的供養 接受牧羊羊羊蘇加密的供養 乳迷供養 然後就去打坐 之後 就去普提樹下 走入綿莘河 知道嗎 就走到嘉野沉 就走到嘉野沉 走到嘉野沉 在普提樹下 就發了一個誓願 若不成就 不停止中 在普提樹 就是在我們說 在必波羅樹底下 這個普提樹就是必波羅樹 後來成果叫做普提樹 在必波羅樹 必波羅樹底下 然後開始產生 然後閱讀明星誤到 就成果 滾離樹下 之後誤到 中葉 中葉 中葉誤到 然後成果 誤到之後 最初的供養 最初的供養 你想一想 最初的供養是提味玻璃 最初的供養 是兩個人 主要是這兩個人 那其實不只兩個人 提味或是禮味 玻璃 就我們講 成果以前的 其實就是牧羊女書家庭 成果之後的 最初跟最後 提味玻璃 那通常是提味玻璃 領著五百商人 五百是很多的意思 這兩個人領著五百商人 五百商人 五百商人不一定是五百人 五百通常都是多數的意思 他們去 他們去做生意回來 那這個也有故事 等於就我們來講 這個提味是 意思是胡瓜的意思 這個玻璃是金庭的意思 那這兩個商人領了 領了這 這兩個人 是商人裡面的主要的頭頭 那這兩領著五百商人 要回去 那剛好佛陀 佛陀成果之後 也是沒有吃 因為好幾天都在打坐沒有吃 那麼 成了佛之後 就是這個提味玻璃的 過去 有善緣的人 就是他過去的善之士 那麼他因為修行成為天神 這兩個人 過去生 是這一生的不曉得 他就是過去的善之士 過去的善之士 他們死後成為天神 死後 成為天神 那這個天神 就一直守護在這兩個人身邊 然後剛好他們去做生意 被一向保護他 所以你如果這一生幫助很多人 這個人死後成為天神 天神就是很容易報恩的 報恩 他 他發現我是一位某某人 而升天的 然後他就會時不時的照顧著你 照看著你 那你要有些什麼困難 他就會鬼死神差的 找到那個人去幫助你 真的 會這樣的 所以他覺得有什麼利益 你應該要 他也會鬼死神差的 要不是讓你有這個想法 衝動要去 要不是就是讓那個人來找你 通常會這樣 那麼你有很多問題 你說會無形中迎刃而解 你正在生病 然後 你正在生病 然後還不知道去哪裡看 不然間你走到一個菜市場 就聽見你兩個人在講話 哎呀 這種病就是要去哪裡哪裡看就好了 欸 你就知道了 你就去看就好了 反正就會有很多個像這種事 所以我們這一生 要多廣結善緣 幫助很多人 你的善緣越多 如果你過去有造惡業 然後這些惡業 會有很多人幫助你脫離這個苦 如果你惡業少 那麼他會讓你震上 就像這個提味玻璃也這樣 那麼他過去的三次是死了 成為天神 那一直守護著他們兩個人旁邊 然後他就發現 欸 這個天神知道嘛 因為佛城 光明是很強的 他就說 哎呀這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成就者抉擇 所以 這些人你正要做生意嘛 要趕回去 然後他就讓他們的那個 就 獻一些奇怪的影像 然後讓他們感到害怕 那他們就算跟天神祈求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跟他講 他就類似用古聲音跟他說 這個 在 在這個 家爺城裡面 哪裡 有一個成就者 你們要去供良他 你知道商人要出門 因為 他那個經過了很多的地 他都要帶那個乾糧 要不然他沒有辦法 因為帶很多乾糧 那乾糧就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而且便宜攜帶的 而且那個吃東西 吃一塊就會很飽的那種 他都要帶這種 因為以前沒有那種 旅店不一定常常有 所以你出門一定要吃一定要喝 所以他都會帶很多乾糧跟水 那乾糧 真糧他們叫做草蜜 那麼 這個 因為佛陀剛成果 而且已經經過很多天沒有吃了 然後他這個善神 這個善神成為善神 天神 成為善神就是天神 然後他就跟這個兩個人說 他們還不知道 兩個人不知道他過去的天神 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會引頂他 引導他 引導他去修這個善法 那也會的 像我以前在福遠讀佛學院的時候 很多人來出家都是他們的善神叫他來的 他又這樣子 好 這個 這個提月玻璃 那麼 他們就 那就 就去供養這個佛陀 帶領這五百商人去供養這個佛陀 供養一般叫做草蜜 草蜜 那草蜜其實是 草蜜這個草其實是說米或是賣 他熬煮他去煮 他熬煮 他要先煮熟 那熬煮爛掉了之後再去炒 熬煮熟之後 因為濕會發霉他不能讓他濕 濕會發霉 然後熬煮爛掉了之後 就是熟了之後再去炒 要炒乾 炒到非常乾之後再加蜜 把蜜 把蜜 放在裡面 然後變乾的 然後就帶著一包包的去吃了 就變成他們的乾料 好 那所以就用這個草蜜 最初的供養就是草蜜 最初的供養 最初供養的人 提月玻璃 其實還有五百商人 這兩個人 他也是最 如果要講的話 也是最初的說法 好 最初的供養 就前面的是乳米 這個是草蜜 其實就是草 因為草是用蜜灌入進去的 所以一般經典就寫草蜜 他是最初的供養 但是如果要講 我們講 初轉法輪 初轉法輪 初轉法輪是誰 鹿野葉虎比丘 但是如果最初的說法 最初的供養 還有最初的說法 我們講提味玻璃 其實他 創了很多紀錄 提味玻璃 他有很多的名字 那這個是常見的 那這兩個人 他其實還有五百商人 領個五百商人 領五百商人 五百商人 這三組 那麼 第一個 他是最初的供養 第二個 佛最初的說法 那我們說初轉法輪 那個是解脫法 但這個是人天法 那他供養之後 佛接受供養 一定都會說法 那麼說人天法 那麼也是最初的供養 這個是最初的說法 但是我們講初轉法輪 只是特別指的是解脫的 就最先鎮阿羅漢 吳比丘 但為吳比丘說法之前 他已經提味玻璃 這些商人說法 但是說的是人天法 然後 還有最初的供養 那個時候還沒有生團 最初的供養 所以他歸依只有二歸依 歸依佛跟法 歸依佛跟法 那一般來講說也有受五戒 那 基本上是這樣 好 也有說有受五戒 還有 就是最初的佛弟子 最初的優伯社 我們是講到最後供養 就順便講一下最初供養 最初的優伯社 但是他還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生團 還有受五戒 優伯社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這個提味玻璃 好 那後來 後來也所謂 有提味成跟玻璃成 好 那這個最初供養 然後到 我們說最後供養 就是蠢 這是草蜜 這個是乳泥 那麼 陳佛前的 陳佛後的 那最後的供養 就是蠢 這是提味玻璃 這是最初的供養 這兩個人 最初的供養 是蠢 這提味玻璃 其實 講起來還要包括五百商人 但這兩個人是主要的 最後的供養是蠢 蠢 蠢是個鐵匠 打鐵匠 那他供養的都是沾唐木耳 從乳米 草蜜 到沾唐木耳 沾唐木耳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豬肉 一種就是 木耳就是菇 但是他就是中毒 就腹瀉 基本上是中毒 腹瀉 腹瀉不止 所以 所以這個 吃這一餐是最後一餐 沒有再吃了 沒有再吃了 那 蠢頭供養不知道是在裂盤前 多久不知道 但是就是蠢頭供養 所以他是最後供養 如果是一個月 他就一個月都沒吃 如果是三個禮拜 就三個禮拜沒吃 但是說蠢頭供養 確定不知道 就是沒有辦法 不知道確定是在 露涅槃的前 前多久 但是就是他是最後供養 就是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講到最後供養 那一般 一般我們都講 菇 菇類 沾醣木 其實它是香類 但也有說是一種豬肉 不是很清楚 這個是我們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順道講到最後供養 順便講到最初的供養 好 那麼就在這半天 他說很勉 他說引起病室的急劇變化 那麼勉勵的前進到居師 就在這天 半夜 半夜就是中夜 講到這個佛陀中夜出家出城 他出家是在中夜 就是半夜 半夜余城 中夜 中夜出家的 然後中夜覺悟的 中夜成佛的 然後中夜入獄 我們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剛好是 是恰巧的 還是說是 中夜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可能也尋用中道的樣子 還是怎樣 不曉得 但是他就是中夜出家 中夜成道 中夜入獄 他是這樣的 好 那中夜一般是印度是60 坐30 夜30 那中國是12時 那現在我們西方是24時 這個是不太一樣 我們順便講一下好了 印度是座30 夜30 所以叫做60 然後他一夜15天 然後 黑夜白夜 印度是60 60是座30 夜30 座白天跟黑夜 跟夜 座30 夜30 那座30 夜30 初中後 初中後 日初 日中 日後 初夜 中夜 後夜 初夜 中夜 後夜 初夜 中夜 後夜 後夜 那 如果中國的話 這是印度 印度 印度是60 座30 夜30 中國的話 是12時 中國的話是12時 這是時間 那現在西方 現在的 以西方人為主 現在是24時 24小時 那座夜各有12小時 就這樣分 那日初 如果我們 用這個來分的話 那麼 初夜就是 紫時 紫時 那麼 跟醜時 紫時跟醜時 紫醜銀毛 成是五味生有虛漢 那個是銀毛 紫醜銀毛 如果是這個中國的話 紫醜銀毛 成是 沒有成是日初 那麼它是兩個小時 十個小時 沒有 這個 這個不是紫時跟醜時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害時跟紫時 害時跟紫時 紫時是11點到1點 紫時是11點到1點 我們這樣寫 紫醜銀毛 紫醜 紫醜 銀毛 紫醜 銀毛 在分次 有 裏 神 岩 顺 神 害 生有虛害 害死跟止死是中原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11點到1點 現在我們的11點到1點 11點 晚上11點 那我們叫做13點 如果21小時的話 就13點 晚上11點到1點 然後這個是止死 然後醜死 這是1點到3點 3點到5點 5點到 這個應該乘死是5點到7點 11點到1點 1點到3點 3點到5點 5點到7點 應該是這樣 11點到1點 好像小 我現在再看看 我再去查一下 7點到9點 9點到11點 對沒有錯 11點到1點 1點到3點 13點 沒有這個不是13點 這是23點 所以我感覺到怪怪的 23點 就晚上11點 我們就寫11點好了 23點 這是晚上 這個是晚上 這個是晚上 然後是11點到1點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1點到3點 5時是11點到1點 白天的 那止時是晚上的11點到1點 大概就這樣 那是1點到3點 這個3點到5點 1點到3點 3點到5點 3點到5點 9點 9點到11點 這樣寫一半這樣 這樣寫 這指時是1點到1點 這1點到3點 這3點到5點 5點到7點 就這樣 那這個7點到9點 7點到9點 9點到11點 那是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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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死 位死是1點到3點 這個3點到5點 這5點到7點 7點到9點 9點到15點 那大概是這樣 成位 成位 這個是現在的時間來對照 那佛陀大概都是在中夜 中夜 中夜如果 中夜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 死跟蟲 11點到1點 1點到3點 這個地方 出月 出月 因為他們是60 出月就是5點到9點 出月是5點到9點 那麼 中夜 就是 5點到 9點 9點到 中夜大概 如果要這樣分的話 派時指時 也可以這樣分 那有些可能就是蟲 蟲蟲應該是在這裡 蟲蟲 5點到7點 這樣有點亂掉 就是蟲蟲 大概就是在蟲蟲這裡 5點到7點 日出 這應該是日出 應該是這樣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應該是中夜初夜 回去你們對照看看 那有點亂掉 那大概就是24小時 那佛陀大概在中夜這個地方 不在中夜 中夜出家 成佛 入虐蟲 入無語虐蟲 那我們再來看 那 這個 他說 那麼 江陸在梭羅雙樹間 梭羅 兩棵梭羅樹的中間 兩棵梭羅樹的中間 如果你要用西方的 比如說中夜的話 也可以講10點到2點 也可以這樣講 10點 11點12點 1點2點 也可以這麼說 反正這個印度的時間 他也不是那麼準 好 那我們如果一中國的話 就是指食 害死指食吧 應該這樣 如果一西方的話 那麼可以說10點 晚上10點到 早上2點 你可以這麼說 11點到2點 11點 2點 12點 1點2點 好 那在所有的雙樹間 江陸涅盤前 還 杜化了虛拔陀羅 好 那最後杜化的弟子 最初杜化的是 是無比丘 那這個是從解脫者來講 如果沒有解脫的話 不以解脫者論的話 最初杜化的是 提味的玻璃 好 但是他們並沒有解脫 就是我們講 最初杜化的是無比丘 叫初轉法 因為佛陀的一生 他基本上就是 最初杜化的 或是得解脫的 這是從得解脫的來講 這是無比丘 無比丘中的喬承儒 如果他是最初的 喬承儒 正阿羅漢來講 這個是以正阿羅漢來講 喬承儒 這個是最初杜化的聖帝子 那麼最後杜化的 是虛拔陀羅 那中間就很多啦 中間到底有多少人 其實不可使 那我跟大家算一下 就是大概 我覺得至少有5萬個阿羅漢 男重女重加起來 至少也有5萬個 那最後杜化的叫做虛拔陀羅 那虛拔陀羅為什麼會 到最後去找佛 也有兩種說法 他是一個老外道 那到底幾歲 有的一般說他220歲 這是最常見的 那也有說他117歲 反正最常見的就是120歲 是一個老外道 那他為什麼會去佛涅槃前才去 那為什麼涅槃前 而且中夜才去 那你要去也要早一點去嘛 對不對 萬一他提前入涅槃了呢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入涅槃啊 但是他佛陀已經說 那一天要入涅槃 已經有預計了 但是 虛拔陀羅是在入涅槃前不久才到 可能前10分鐘 或是前半個小時 不曉得就是那個時候才到 因為晚上了 那會取 基本上 一般的說法就是 因為佛陀在屁舍裡 已經先預告了 要在居師納入涅槃 所以居師納城的百姓 希老服用 在這一天 都來到 梭羅雙宿堅 而且外地來的人 都趕到這裡來 要送佛 而且要瞻仰佛 那麼所以 整個城市很轟動的 那虛拔陀羅也聽到了 他心裡面在想 那麼佛要入涅槃 據說有一群佛 佛要入涅槃 我也應該要去 所以他年紀很老了 但據說他有五神通 但是他也是用走的 就可能很慢 慢慢走到那裡 已經半夜了 而且去到那裡 人家還不會讓他去 因為佛要入涅槃 外地外面的人 最裡面的是核心的地址 阿羅漢 然後在外前就是什麼 就是一些 沒有鎮阿羅漢的佛弟子 然後在外前就是國王大者 然後就是什麼 然後在外面 就是一些居士 都非常多 哪有可憐還讓他去 但是那個時候佛說 你讓他去 就沒有 講沒有幾句話 也是講四弟 延起福我 講沒有幾句話 他就鎮阿羅漢 鎮了阿羅漢 他知道佛過了幾分鐘之後 過了不久之後 就要入涅槃了 他先入涅槃 然後這是一個 就是說 他是因為聽到 墨羅族的人 福老西用 大家都說佛今天要入涅槃 他也聽到了 所以 因為他也有很多信徒 他是一個老外道 修行很久 大家很尊重他 也有人跟他講 所以他後來也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有戰神跟他講 就是他是一個 譬如說其他的經典也有講 但大致也講這件事 所以說須巴陀羅 他是修行 他是通四廢陀 得五神通 他是一個五通先人 他是通四廢陀 非常聰明 廢陀是婆羅門裡面 主要的經典 就好像我們的四十五經一樣 那麼得五神通 他是一個五通先人 他是一個五通先人 得五神通 但是還沒有解脫 但是就是 也有一個天年跟他講 佛要入涅槃 然後要讓他趕快去 所以後來 那麼他就去見佛 那這是就是比較 就是也是其中一種說法 那比較平時的說法就是 因為佛頭在居身上入涅槃 那大家扶勞勢用 要去見佛 那麼他也申請了想要去見佛 那就好像 另外一種就好像提位波鈴 這個善神跟他講 你要去共同 不然他平常也沒有這種 受傷的人 就是趕路而已 但是善神讓他 車壞掉或是怎麼樣 沒有辦法趕路 然後他們就跟天神祈求 天神就跟他講 你要去共同 那這個 這個虛把陀螺 120歲 那麼 武通先的 也有天神跟他說 然後 說佛要入涅槃 那這個機會難得 你應該要去見佛 後來 虛把陀螺真的就是 去見佛了 那佛頭其實也知道 其實他也知道 那因為有天神跟他說 這個佛 會在中葉的時候入涅槃 所以你必須 趕緊在中葉以前去見佛 他可能帶給你很大的利益 那他為什麼天神會這樣跟他講呢 那其實是他 一更神奇的說法 就是這個武通先臉做了一個夢 這個他夢見 太陽掉下來 那所有的人眼睛都嚇掉 那個虛擬山倒了 大海都枯竭了 然後他就很恐怖 他就覺得 是不是我要死了 就很害怕 然後 後來有一個天也就跟他講 你不用害怕 這個是佛要露滅的徵兆 並不是你要死的徵兆 那你應該要趕快去見佛 就是 比較神奇的說法 就講這個 那我們說到這個有時候 佛經裡面會加入很多故事 但是我們其實很大分別 這故事當然是真的假的 但是就是有這麼一個傳說 那比較平時的傳說就是 就是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佛要露滅這件事 整個城都知道 今天如果佛要在台南 台南這個雪甲路涅槃 哇這個也是 我看從台北都會有人趕過來 現在飛機那麼方便 全世界的人都會坐過來 真的也會這樣 如果是我 我用走的我用跑的要跑過來 那麼這種是很正常的東西 因為佛已經弘法四十五年 佛陀的身團名聲 傳遍恨河兩岸 那這個是基本上是回 你看那個你不要講什麼 你就講廣青老二上要露滅牌 哇你那個人也嚇死了 那個人山人海 一樣啊 我記得他 他 他要露滅 他已經露滅牌 那我有一次坐車 坐車去那個六龜 六龜廟空市 我才知道這個路 現在路是已經修好了 以前路還沒修好 你知道坐那個公車 那個台南市 那個就是台南縣 那個公車坐坐坐坐到六龜 坐到高雄六龜 你知道 那個不都是高雄市 台南市的我不想 那個山路 而且那個山路不是柏油路 那個就是泥土路 他就這樣 那個窗路是打開的 那個灰塵好多 差不多這樣巔坡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然後那個路實在是很難走 但是也是這樣做去 但那個以前的人 廣青老上如果是 明天露滅晚 我看也是 假設 在明天他要走 我看 如果在這個時候 如果現在這個時候佛教徒更多 以前佛教徒還沒那麼多 以前佛教徒還沒那麼多 可是就已經轟動 轟動武林 如果現在有一個像廣青老上這種 要入涅槃 哇這不得了 真的 那佛你就想一下佛頭要入涅槃 那個情形就好了 好 那所以 最後度化虛法陀融 那麼尊尊的教誨弟子 我成不來所說的經法 就不管經界 那麼法跟筆耐元 就是法跟律 即是奴婦 因為 那有些弟子 那佛頭走了我們怎麼辦 那其實 佛頭說了很多 那這裡是簡單講 真的要講涅槃的情形 就是遊行經 或是大波涅槃經 就專門講這些事 那這裡是簡單 簡單介紹而已 那麼 極為奴婦 視為奴等部 那我們說去把陀融翻起來叫做善賢 善養的善賢人的賢 那他說這個 要以法為師 要自一職法一職 其實講的是這個 那 他說 就算 我留在這個世間再久 也沒有用 因為重點你是要依法修行 你是依法得利益 佛是說法的 那麼你在佛身邊 但是你不修行不依法 那麼也沒有用 那麼你就算佛不在身邊 所以你依法修行 依然可以得到解脫 可以得到祕密 那已經所有的我都說了 已經所有的我都說了 那你只要依法修行就好 所以他說 這個 我所說法 就是 為死即是奴婦 那就是你們要所依止的 所以 所以 佛涅槃使 叫做以法為師 後來有一些重慮的就表現了 以戒為師 其實以法為師 因為法包括法跟律 那麼持戒是為了儒法 儒律是為了儒法 因為你如果不持戒 你有很多障礙 那麼你修不了法 優惠 那不能得定不能得慰 所以儒律是為了儒法 那並不是 依戒就可以得解脫 不是的 不是的 戒是世間西堂 所以要依法 那法是包含戒的 其實這樣 法包含戒定位 所以五分法身叫做戒定位 解脫解脫之戒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持戒重點 還是 還是要 讓你的心 有智慧 有定 有戒 有定有慰 能得解脫的 這個是很重要 好 那麼不要以為 世尊涅槃 就沒有醫護了 所以法就是你的醫護 那麼 諸行是壞法 精進莫放義 此事如來最後之所說 所以 佛 最後說的就是什麼 要精進 就在這裡 那麼為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成佛的特點 兩個 忍入跟精進 跟其他的佛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在五濁二世成佛 五濁二世 他是 他是 他必須要 就是要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你如果沒有努力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得成就的 就是 你要說不休 沒有辦法得成就 你要非常努力 還有他二陰二元 二四二的比較多 你要怎麼樣 你要特別 特別能忍入 難忍人忍 難行人行 要不然你也不容易成就 那釋迦牟尼佛的特點就是 忍入 忍入跟精進 那 跟一般在淨土的不太一樣 如果跟弥勒佛比起來 那當然 所有的佛都是拒絕 但是因為環境不一樣 所以 他 他的時代不一樣 所以 他必須要拒絕的能力特別不一樣 那在五濁二世 特別需要忍入跟精進 那釋迦牟尼佛最講的最 最 最後的一句話就是 大家要用狗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他講 就是 如來最後之所說 那精進 因為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生命很快就結束了 你想一想 你剛學佛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那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在 早上在法輪禪師講課 那也吃飯的時候 那也跟他們的院長說 哇好快喔 已經過三年了 兩年兩三年 去講大致論 現在已經好像兩三年了 時間好快喔 在想到 哎呀 那個時候我剛發現要出家 我在胡遠出家 然後 剛發現要出家 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幾年 時間好快喔 等於再下一次的感嘆已經要死了 想不到這一生已經快結束了 真的 常常這樣啊 好快喔 時間太快了 我們就 生命總是在感嘆中消失 但是這個是凡夫 當然是 你用功的話 生命在精進中增上 提升 那不動不動 過一天我就提升一天 你的生命的價值 那不斷的提升 以前不會的現在會啦 以前不知道的現在知道 每一天的過去 都在累積福德跟智慧 每一天的過去喔 都在累積福德跟智慧 那麼你就 你就不會感嘆 感嘆會變成什麼 感嘆會變成讚嘆 那你會覺得 哎呀我這一生沒有白過 那麼我下一生我也不怕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生沒有白過 下一生依然是依你的業 依你的習慣 依你的信念 你觀察審視自己 哎呀我這一生 依著八正道 那依著佛法 那麼 就像蘇東博講的一樣 雖然我不知道我下一生會在哪裡 但是不管我在哪裡 那都是好的 因為一夜嘛 一夜嘛 所以你基本上善業多 你對佛法又深刻 從一佛國至一佛國 你的法源深厚啊 法源深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 終不離佛 你一定會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因為世間是緣起的嘛 有因有緣世間起嘛 那如果你斜見外道多 你就生在邊見邊地 沒有佛法的地方 這個是一夜的啊 所以你這一生 你不管未來到哪裡去 你也不用怕隔陰之女 為什麼 因為一夜 一習慣 一信念 所以你 你只要法源深厚 正見正上 法源深厚正見正上 真正的法源就是 你內心實實有法 你修持佛法 你護持佛教 就這兩個 這兩個會讓你跟佛教特別有緣 跟佛法特別有緣 那麼 所以修持佛法 內在的修持佛法 外在的護持佛教 那麼 這樣 你就跟佛法有緣 從一佛國至一佛國 終不理佛 那 你因為你修學佛法 所以你能夠斷惡修善 你能夠向上向上向解脫 所以 人天管法 不度三土八難 不會生到沒有佛法的地方 不會生到有佛法 而不能學習佛法的 沒有 沒有 生到佛法的地方 卻不能學習佛法的障礙 不會學習佛法 第一個就是 你生到沒有佛法的地方 你更加聽不見佛法 這個就沒辦法了 第二個是 你雖然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但是 你不想學習佛法 四字變衝嗎 斜劍變劍嗎 你不想學習佛法 第三個 你雖然想學習佛法 也許是 眼睛看不見 耳朵聽不見 手腳不方便 生病 你學習不了佛法 這個就是三土八難 暴障 月障 煩惱障 但是因為你法緣深厚 善緣 就是你的法緣深厚 你的善緣又真善 你有善念 你有善根 你有善緣 你 第一個 你會遇見佛法 第二個遇見佛法 你會歡喜佛法 修許佛法 那會在你過去的佛法的程度上在增上 那麼一世一世的增上 一日一日的增上 什麼時候成就不知道 但你會有信心 我一定會成就 真的 那個是因為 有因有因時間級 這個是世間的常理啊 那你也不用去懷疑這個 深信因果 所以修學佛法從深信因果中來 你重點是如是因 那必然如是果 水到渠成 怕你沒有法水而已 所以 所以你 一天過一天 諸行無常 但是 在無常中 你不斷的給 積善根福德 因緣 善根 就是你對佛法的深入理解 體會 福德 就是你的善业 你因為佛法不斷的斷惡修善 向上向上向解脫 因緣就是 你跟這個世間跟佛法跟眾生的因緣 那你有這三個 你就像那個體會玻璃 他有那個善业 有那個善緣 他也有那個法緣 所以那個善神 有那個善业 他有那個福報 他才能共有佛呢 然後才有人引領他去供養佛呢 然後他又突破說法 但是他的善根 雖然有 他沒有解脫善根 所以 他沒有解脫善根 所以他只能怎麼樣 只能在這一世 他得人天福報 但是這一次過了 他這個在佛遣種的這個善根 他有可能在什麼 在彌勒佛的時代拿去成就 也會這樣 所以要善根 要善业 要善人 這是阿彌陀經講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緣 得生 得生成 得以成就 得以解脫 所以我們其實 雖然 那佛陀最後講的就是 大家要用功啊 其實簡單的話就是這樣 他說 諸行是壞話 諸行不長 時間過得很快啊 比你想像有感很快 所以佛陀曾經跟比丘說 生命在什麼 呼心間 善那善那生命啊 很快就過去了 真的 你看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這樣過去了 那一個月一個月就這樣過去了 一年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一生一生就這樣過去了 一節一節就這樣過去了 一佛一佛就這樣過去了 哎呀很快啊 但是這個是無常 但是無常中 無常中 你可以增長借定位 時間是過去了 但是我的智慧增長了 我的福德增長了 我的佛法增長了 那這個才是重點 每一天都看見自己 每一天都看見自己的界定位增長 貪稱痴奸 其實是這樣 所以 他說 這個是如來最後的說法 諸行是無常的 諸行其實是一切有為法 其實就是一切事件 都是無常生滅的 必然要壞滅的 行是造作的意思 其實就是有為法 有為法的三項就是生住滅 生住意滅了 所以他必然是要滅了 有生必有滅 佛的色身也是有為的 法身是無為的 但色身是有為的 最要緊的是 依佛所說的要精進修行 所以說 我諸地子輾轉行之 則至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 重點不是色身 重點是法身 法身是叫做五分法身 戒定慰解脫解脫之間 那重點是解脫 那麼解脫必定要五肉慰 這我們稍微講一下 把這個講完再來下課 他主要是這樣 這個是佛法裡面 他主要講 佛法重點是解脫 解脫就是 一切苦惡 度一切苦惡就是解脫 佛法重點是解脫 那麼解脫你要解脫 必然是要依無肉慰得解脫 要依無肉慰喔 沒有無肉慰 無肉慰就是沒有邪見 沒有邊見 這些的智慧 純淨的智慧 那麼無肉慰是從有肉慰來 無肉慰是從有肉慰來 有肉慰再加上定 再加上定 這個定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味道地定 刹那定 最初最少最少的就是刹那定 叫做電光定 或是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要不然就是七一定 七一定是 初產二產三產四產 加空無邊四五邊無所有 四產八定裡面的七一定 那麼這個是會解脫 再加上有肉慰喔 有肉慰加這個定 變成無肉慰 如果沒有定 他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慰 定最重要是引發無肉慰 引發神通引發無肉慰 調服煩惱 這三個功能主要引發無肉慰 所以透過定 引發無肉慰 就是有肉慰再加上定 然後引發無肉慰 然後這個是會解脫 這個是拒解脫 重點是解脫 那有肉慰 有肉慰是什麼 有肉慰就是文師修會 文所成 師所成的文師修會 文所成 師所成 修所成 一定 他要再依你對佛法的理解 那這個會 這個會 師所成會 這個會 一定是要跟無常無我相應 這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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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要知什麼 知無常無我 一定要跟無我相應 緣起 他一定要知 如實知 但是他還是有肉的 還是有我見的上面 如實知什麼 這個緣起 中道 勢必 無我 那麼 從這裡一定是要是這樣的 所以 他被 主要的就是要關照 對五印身心的關照 因為這個我是五印 五印六處六間 對五印身心的關照 無我 那麼 從緣起說 從中道說 從四地說都可以 那 或是從五印六處 六界 運促界 那一定是這樣的 那麼聽聞的 如果你像提味玻璃 並沒有聽到這個 所以他沒有得解脫的 他是生人天的 他是行五界十善的 那 這個最初的 吳比丘 跟最後的虛把陀螺 都是聽這個的 所以他才得解脫的 那 提味玻璃也有聽 但是他只聽人天道 五界十善而已 所以重點在解脫 解脫 那麼解脫 究竟的解脫 就有解脫之間 那麼有漏會這個 有漏會定要成 如果沒有戒 如果沒有戒 就成不了定 沒有戒成不了定 沒有定成不了無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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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界定會 會是包括這個 界定會解脫解脫之間 這都五分法生 法生不滅 那重點在解脫 重點在解脫 重點在解脫 那因為 他是以五曰的色生 那麼 他是由這些因緣合合而有的 所以叫做五分法生 這個生的概念 是積聚的意思 就是這個的成就 是由這一些合合而來的 重點是這樣講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看完 那麼所以他說 則是如來法生常在而不滅 那麼每一個弟子 修學成就 又告訴其他的弟子 修學成就 就這樣 先決後決 那麼決決不已 那麼一登傳一登 登登相續 那所以就是法生常在 其實是這樣的 那人間的佛陀露面 也就是去世了 講到這裡 我們先下課